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近日美国加息会担心10月份会否出现大趋势 但10月第2个星期已经给予讯号 由1.3至1.4下跌了接近3,600 仍然不算有灾 似乎大家不要以为10月份没有事发生 大家可能少做过英镑 因为欧洲的东西 香港股市又没有跌 不会理会 这件事是上星期的其中一个 大家不能低于轻心 会市走势再看欧元 周五的欧元反而有少少跟预期有少少出入 一开始因为磅急跌 但磅跌了第七点之后就一路升 即是跌至118之后 看着磅和大家说得好 磅跌至118之后就一路上升 实际是一路站在124这些位置 很多人去到美国公布数据下跌 最低跌至1.2229左右 但之后又反弹了 欧元反而有少少少不一致 因为磅跌了一棍就上升 但欧元反而有追价现象 自己再跌深了 跌得挺深的 直接穿了9月份的箱底 大家要小心 之后才反弹 不过同样出现了 欧洲收市后行程 美金做回好一点 欧罗跌回来 星期一一回落就已经坏了 反而 今天又再次跌回来 这可能是因为 上周一整个星期 亚洲尤其是大陆 亚洲尤其是幼弱时 所以导致星期一 昨天 欧元反而有追价现象 即是上周 中国假期 没有做过那些价 所以第二次跌回来 跌至1.1 20多 今天怎样看 如现在这个状况 大家应该知道 我都会建议大家 可能下到周五 这些日落又博 反弹 这是一个简单的预期 但又是否先沽 如果弹得好的价格 我便会建议大家沽 大家看到 是有个方法去预判 例如现在 如果要买跌 即是要买穿底 我觉得 值得不高 但如果要沽 大家就要想 为何要找个好些价格 因为你已经有了目标 就是量度商底 即是1.1105 如果现在做1.11025 现在沽 只有20点 你博不博 没理由现在这价 所以如果先弹得高了 你先沽 如果是这样先沽 你便会沽 没有的话 当然是等下方反弹 看日元 日元 大家要留意 周五 其实 它受到 榜影响不多 反而 反而日元不是怎样跌 反而升回来 就算公布完数据 日元也是转强 即美元是跌 反而周一 再做一次 周五的低落 就开始反弹 现在日元上回113.93 上周一路 日元一直都觉得它跌 应该上回114.95甚至116 但上周到114 就开始止暴 以现在的状况 可能会接近日104建议大家反手沽 美元对日元 不过 日元要调一调 始终会多了另外一个面 就是 价格已经脱离了 真正的 跟美元指数的关系 美元指数在这些位置 Yen 应该起码110 但都没有 所以 已经少了 亦因此导致 上周五可以跌深 因为欧元和日元 比起相对上的数字 是少跌了 所以在美元指数上 变成了 广就多了一些空间 让它走 看完广 很多人很关心 应该怎样做 反而现在不难看 为何我会这样说 遇到周五这种走势 不管你周五有没有做买卖 我都很建议大家 将这个走势 留下 这是大行程 为何 难保下次再遇到 你懂得怎样做 不要只看着机器 最好想起 下次遇到你会怎样做 怎样做 在这种状况 我赚得最多钱 你要自己想 所以为何 如果要看走势 如果问我怎样可以开始学 初学者第一样做 就先看大行程 因为很少有 你学了赚大钱 可能有没有想过 经常说保守 我不会这样建议 你最好看大行程 为何大行程 一年都不得几次 没理由 捉到脑子 不懂得脱葛 有大行程 当然想办法赚这些钱 反而一些牛皮可以慢慢学 再慢慢充分自己 告诉大家 市场一个星期要跌1000点 不是有很多种方法 你看看 一个星期要跌2000点 不是有很多种方法 你看到 不断跌 跌到最深 反而跌得多 今天怎样看 反而 今天为何容易看 因为很简单 这些价格才是跌完之后的 第二个下跌起点 理论上 应该是会做多 去到这些位置 就不要穿 反而急跌 有机会未必得到价格 现在反而是你得到的价格 你可以根据大跌完反弹 在什么位置 这些位置就反而成为了新的参考点 所以榜反而容易了做 应该怎样做多 最好是再多一次上来再沽好些 但反而下来 反而 今个星期才做 榜的真正低落 瑞士法郎 瑞士法郎 又是 做第三个顶 反而瑞士 又是相对较弱 今天 短线要想想 澳洲字 其实澳洲字反而有点 古怪 其实上周五和周一 你发现市好像是重复了 例如周五澳洲字先升后跌 周一先升后跌 今早又跌下来 是否刚刚 中国价格 是否因此导致 价格要重新做多一次 现在有这样的趋向 是什么意思 中国人做不到的价格 他今个星期还给你 看看价子 我觉得油价似乎开始回归基本面 因为价格和油价关係比较大 什么是基本面 就是开始回归和供应和需求 作为基本影响油价的重要基石 所以我觉得价格 开始会慢慢看好 但什么价格 沽回美元兑加园 稍后放回公司的网站 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 到这里 咱们去看看 这是什么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